教育部为了赶上世界创课教育的风潮 2014年开始由台中家商 担任全国3D列印跟培育计划的总招学校 已经补助了28所高中时 协助各县市推动创课教育 2018年10月19号 台中家商特别邀请全国24所高中职 举办联合成果展 在启动仪式当中 台中家商还安排了一场 由流行服饰科学生所担任的服装走修 那我们这些拉斗其实也是经过一些专业的训练 那他们平常可是上车的学生或外语群的同学 可是他们又多了一个专长 就是为美而展现 今天应邀前来主持的台中市副市长张光瑶表示 为了配合下个月开跑的台中花博 台中家商还特别设计了有三樱花图案的服装 再由流行服饰科的摩特尔 以走秀的方式呈现 让张光瑶相当惊喜跟肯定 台中家商高雄结合应该叫做学中设计区 还有美容 可以把三樱花就是台中市的区域 还有把我们的GMP说出来 结合起来是很好 所以我先来设台中家商的朋友 生意是真幸福 台中家商校长黎一惠说 配合教育部创客教育计划 启动了幸福创客工坊 结合校内商业群 家政群 外语群课程 让科技跟生活美学结合 搭配3D列印普及培育计划 展现创客教育推展的丰硕成果 台中家商这一次的幸福工坊 非常感谢教育部 以及台中市政府的一个补助 那这是我们第二间的幸福工坊 那特别是跟我们的新课纲 以及我们的花博做一些结合 所以今天的一个体验活动 会有很精彩的一个手作课程 台中家商表示 幸福创客工坊的设备丰富 而且多元 除了3D列印区 雷射切割区 木工跟金工的教学之外 也运用AR跟VR的教学科技 规划虚拟实境的英语互动课程 培养学生实际的创作能力 感受创客工坊的幸福温度 记者陈文旭 杨静台中报导 我们天天见面 好 欢迎 欢迎第一次早